大家好 我是Kumi 今天来到台北原山饭店的V贵宾包厢 这里有来自台中管宇艺术馆的黄馆长 今天参加了艺术连展 现场有非常珍贵精致的画作 那我们很荣幸请到充满仙气的黄馆长 亲自解说这些画作的独特之处 有台湾第一疗愈系画家的台中市管宇艺术故事馆馆长黄馆宇 2020年12月17号到20号 受邀到台北市原山饭店的V贵宾室 参加台湾音响大展中的画家连展 就是因为画家黄馆宇在台湾画坛已经渐渐打出了字号 成为热门又受欢迎的新兴艺术家 所以这次管宇艺术故事馆到原山饭店的连展 受到许多艺文界跟民众的关注 亲切热情 全身上下充满灵性 跟仙气的画家黄冠宇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 也特别介绍说明这次参展的得意作品 生活中也有艺术 那让大家在生活中很轻易容易地能进入艺术的生活 那我的主题呢 作品主题是比较疗愈的 那也去了很多的国家展出 我们都是以最温暖人心的作品来跟国际的互动 那希望说我们的作品在推动的时候呢 让台湾走在国际里面也让大家产生共鸣 黄冠宇充满感性地说 创作的意义在激发人性之美 她除了在台中市成立冠宇艺术故事馆 提供美术教育 推广美学艺术之外 这次来到台北原山饭店参展 就是想把艺术的美好推广到各个角落 所以我希望呈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管宇 就像我的话一样甜甜地想起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笑一笑 那如果我们相处的时候呢 可以大家都是很peace的 然后很放下的 然后很诚恳的 人家说孔雀开瓶是彩色的 彩瓶彩瓶是我 我是管宇的画画的学生 我非常欣赏她的画 然后她的画里面充满了疗愈 而且我自己在看她的画里头 我就觉得那个风景 都会随着我的心情漂浮 我是看着她的画才是喜欢她这个人 对 所以就变成了好姐妹 因为她的画跟一般人的画不太一样 非常的疗愈 虽然台北圆山饭店的展览 直到12月20号礼拜天 不过参展的作品之后 会继续在台中市西屯区福顺路上的 管宇艺术故事馆展示 希望民众可以操控走一趟 享受美学跟艺术的丰富饗宴 记者陈文旭 图余庭台北报导 这一趟 长 Championships 诗诗客 服务 美学 透过 副 女生 详细 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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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